据《南华早报》报道,我国正在开发的新一代填海造岛重器超级挖泥船,将配备一万千瓦功率的绞刀,这也将成为全世界第一台拥有此级别能力的自航绞绞挖泥船。 挖泥船可以用类似钻头的绞刀装置切割粉碎河床或海床,吸起沙子和岩石,然后通过管道将它们蹦出,这种船只常用于清理航道和建造人工岛。 之前的天津号挖泥船的绞刀功率为4400千瓦,天坤号的绞刀功率为6600千瓦,也就是在沿的超级挖泥船绞刀功率比它们都大很多,工作效率会更高,未来对南海岛礁的挖海吹沙造地工程会非常有利。 这说明中国已经不再是50多年前那个像荷兰卑微的求购二手挖泥船,还被人拒绝好几次的国家了。 既然我们没有关键技术,不能一上来就坐南的挖泥船,那我们就从拆装开始,从仿造开始,从最简单的开始,拿到荷兰的这艘航爬西船之后,中国就对它进行了研究和改造翻新,命名为金航郡102轮。 也是在研究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的技术人员摸索出了金航郡102的大致原理和构造,以它为原形进行仿造。 不久后我们建造出了在三年大建港期间为国家建设了大量港口与航道的进松号、险峰号挖泥船。 有了基础的爬西式挖泥船后,国家又开始研究起脚西式挖泥船。 挖泥船分为爬西式、炼斗式、脚西式、蝉斗式以及斗轮式等好几种工作方式,相较于用在沿海港口航道的爬西式,脚西式更适合用于风浪较小的内陆河流。 2002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交通运输部长江航道局与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启自主道路、研发设计挖泥船,开始时一切都是一片空白。 船体和设备如何设计,什么样的材料适合什么样的部位,技术研发人员没有可参考的经验,一切都只能从别国的实物船或者资料上的船型图纸来研究。 最开始是从一个货船改装未爬西式挖泥船的项目开始的,长江河道淤济泥沙,买新的挖泥船是又贵又难等。 于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708研究所直接派案决定,改,用二手货轮改挖泥船,就算报废了也不至于太心疼。 没有研制经验的设计团队便开始了边看边学,边做边改,遇到不懂的就反复琢磨的国轮国造历程, 建造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挖泥船新海向号,接着中国又向前迈进一步,从自主制造走向自主设计,造出了新海虎号。 在如此的往返下,我们才终于一步一步掌握核心技术。 到了2004年,中国首艘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大型脚西式挖泥船航角2001面式,标志着我国自主建设的序幕成功拉开。 自启动自主研发至今,已整整20年,中国的书郡船舶建设取得了国人难以想象的进展,从学习模仿到自主设计、自主建造。 这无疑是天壤之别,我们靠自己突破了他国的技术封锁,打破技术壁垒,掌握核心的同时,还精益求精做到了更好、更加、更强。 风水轮流转,曾经的中国赤斯敦黄金的巨资购买合了二手挖泥船,如今的中国研发出世界领先的大型挖泥船之后,日本、越南等国纷纷眼馋,愿意花高价上门购买。 然而,早在2017年,我国商务部及海关总署就发布公告表示,未经许可任何单位跟个人不得对外出口大型挖泥船,甚至对于某些国家,连出租都不可以,比如心心念念着挖土填海造路,在我国南海圈地强主权的越南,为什么不能出口呢? 一是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些核心技术被其他国家偷师学去,二则是因为挖泥船不仅仅只是挖泥船,它在填海造岛方面的战略意义丝毫不落于导弹、核武等军备武器,这样的国之大器,与其将其售卖挣快钱,充分利用好它们为我国海洋建设事业天砖加瓦来的更有长远意义。 天石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条大型较西式挖泥船,挖掘能力极其强悍,不管是什么样的海矿和海底地质构造,它都能上坚硬的硕石、米石砂、风化的珊瑚礁、输送黏糊的泥土、淤泥和沙土都没问题。 因此,天石号一经推出,就立马投入到了多项工程的使用,大受欢迎。 2010年,同样由上海交通大学参与研制的天津号较西式挖泥船完成交付,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号是亚洲第一艘自航式较西挖泥船,这意味着,天津号可以在所有自己独立地去想去的航区进行工作,而不像其他常规较西式挖泥船,去任何地方都需要拖船拖过去。 除了强悍的自动航行能力以外,天津号还有非常先进的自动挖泥控制系统,简单说来就是,只要点下鼠标或者按下按钮,挖泥船就可以自动工作,船员起的更多是检查和监督的工作,而不需要一下一下操作每一个挖掘动作。 天津号诞生7年后,它的包地天津号较西挖泥船历史5年,攻克无数难关,终于在2017年完成了首次下水工作。 中国首艘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超大重型自航较西船,采用了世界最先进设计,配备着全球最强大的挖掘系统和最高效能的泥泵。 亚洲最大,世界第三,与天津号一样,天津号从面世之初便引来了无数其他国家的关注。 再加上,投产后不久,天津号也紧跟大哥的脚步投入到了南海的造路工程中去。 天津号在南海作业仅200天,便进行了1000万立方米的吹田工作,在世界面前为南海活生生造出几座人工岛来,引得所有人瞩目。 天津号的加入,无异于是如虎添翼。 天津号的挖泥能力是每小时4500立方米,吹田距离为6公里开外,4500立方米的土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一个足有0.6米深的足球场,而天津号的能力更胜一筹,他每小时可以挖6000立方米泥沙,能把泥沙吹田到15公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天津号配备的脚刀有四种各有不同但又都超强的脚刀头,以前如果遇到超级坚硬的岩石,只能采取爆炸或者砸之类的方式。 而如今,天津号都能给他脚巴脚巴搅碎了河点水混成泥直接吸走,排到排泥区去。 要知道的是,对于全世界的书军行业而言,挖掘坚硬岩石都是最困扰的难题,而天津号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京坤兄弟在南海的合作,成功在南海为中国填海造出座座小岛来。 原有的东门岛、永蜀岛、华阳岛等小型岛屿也在挖泥船的吹田工作下拓为大岛。 这些岛屿逐渐被建设为我国海军的机场和军事基地,支持着海洋开发项目的同时, 还有助于有效监测、控制我国领海、维护我国领土不受他国侵犯。 截止到2019年,中国已经建造了200多艘挖泥船, 超大型的甚至已经有近50艘,并且仍在为海洋强国梦想而一直滋滋不倦地努力着。 环渤海湾经济带建设,南海岛礁造陆工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曹飞电首钢搬迁,无数的爬西市,脚西市挖泥船在航道与港口工作着。 在国内,我们历经图治努力作业,在国外,我们也勤勤恳恳刷好感积累经验。 乌克兰的首个输军项目由中国成建,天津号远赴非洲加入到肯尼亚的拉姆岛。 港口工程,世界最大飞磁航角西瓦尼船新海序号, 也在19年赴网沙特参与人工岛输军作业。 中国完成了依靠进口到限制出口的完美逆袭, 但仍然愿意伸出手帮助友好国家。 2022年12月,在完成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水上作业任务之后, 回到国内的天津号马上赶赴黄海, 开展对连云港航道工程建设之中。 未来,它将和天坤号一道, 在我国的南北两处海洋上,贡献自己的独有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